当犯马永慈郎对上相夫之神也见苏米 会有什么结果呢 初次见到偶像 苏米礼貌的握手 却被永慈郎捏住小胖脸 有两个手指就干翻了 这力量差距简直恐怖 就在永慈郎准备离开之际 苏米再次起身 先让地表最强为战而显摆 他于心不安 刚才是太大意了 这次他将全力以赴 战斗正式打响 苏米爆射而出 电光失火箭一脚击中了永慈郎的腹部 直接将地表最强男人直接干飞了出去 然而看似凶猛的一击 永慈郎连手都没从兜里拔出来 双脚一蹬便平稳落地 这就是王者的实力 你刚才用的是古代相夫踢法吧 苏米没有回话 因为他已经傻了 刚才那一脚出感很奇怪 就像击中了一张轻飘飘的纸 准备好 接受反击了吗 那你就是挨打的准备啊 说吧 永慈郎一拳击出 整个拳头都陷进了苏米的脸中 完全没人看清 这毁天灭地地拳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 600斤的苏米 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向后飞射 用出吃奶的力量 将地面离出了两道沟 苏米才看看停下 看似还能战斗 但其实苏米已经失去了意识 不能挨揍的历史 不是好历史啊 游四郎嘲讽得传废物 竟然以为一个苏米就可以打败自己 简直可笑 得传赶紧道歉 但苏米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 即便受到如此正创 还能屹立不倒 如果功本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说 真是令人钦佩的肉体啊 听到这话 游四郎叹了口气 转身离开 等着死旁的醒了 你跟他说 我还会再陪他玩玩的 游四郎 你还真温柔啊 德川此言一出 游四郎当场炸猫 转身警告德川 你要是再说废话 老子就强暴了你 那那你 犯马游四郎 要对我这个老头子施暴 德川面红心跳 这也太刺激了吧 不知道过了多久 苏米终于醒了过来 可地表最强最质 感觉如何呀 苏米脑子里 却只有一个念头 没想到 这世上还存在 这等生物 冷冷的冰雨 在苏米脸上胡乱的拍 小胖子满心郁闷 却没想想 有人拦住了去路 穿了衣服 差点没认出来 来人正是横钢白棚 前两天被苏米秒杀 他极度的不甘心 今天怎么说 也要找回场子呀